再来看这个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 在新竹有一对曾姓兄弟 两个人都罹患了肌肉萎缩症 不过他们非常的上进 就算只有手指能动 还是认真的用电脑学习 但是因为兄弟两人 现在都必须要靠这个呼吸器来维生 每个月要花掉不少的电费 所以妈妈就很担心 家里快要没有办法负担了 21岁的曾义凯罹患肌肉萎缩症 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发病 病情越来越严重 现在的义凯身形瘦弱 体重不到30公斤 义凯仰赖呼吸器 身体无法自由活动 对他来说每天最享受的时刻 大概就是居家服务员邱阿姨 来帮他洗澡的时候了 比义凯小三岁的弟弟义琪 同样罹患肌肉萎缩症 义琪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发病 兄弟俩求生意志旺盛 只有手指能动 仍然透过电脑视讯上课 学会电脑绘图 两人今年都将从彰化和美实验学校毕业 每天到府为兄弟俩洗澡的邱阿姨 非常佩服兄弟俩热爱生命的精神 好好的人应该要多学他们的那种坚忍的力向 因为他剩下手指头能动 他都可以利用不求人来动 可以玩电脑玩到比我还厉害 林金莲独立照顾两个生重病的儿子 兄弟俩仰赖呼吸器 电肺可观 因为舍不得开冷气 躺在床上只用小毯子盖住重要部位 常常热到满身是汗 曾义琦最近在脸书上写道 到底是要活着还是死比较好 担心妈妈负担不起 想要回馈她 减轻她的负担和压力 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孩子体恤妈妈的贴心与无助 让人看了不忍心 什么冷气我可以尽量省 可是她的尾声用具呼吸器的话 就是没办法省 对我尽量可以那个 尽量让我们凉快一点这样子 给她擦擦 用冷水帮她擦这样擦脸 擦身体这样凉快一点 林金莲说她和孩子是生命共同体 孩子受的苦比她更多 不论在辛苦都会陪孩子 走到人生的尽头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联合报纪者王慧英 采放这座